大家好,我是小宁 包粽子剩下的糯米你都做什么了? 我的做成了糯米锅巴,又酥又脆,特别好吃 准备好的是泡好的糯米 先给它清洗干净,然后再控干水分 放到碗中 加入一小勺盐,两勺玉米淀粉 半勺花椒粉,给它搅拌均匀 让每一颗糯米都裹上玉米淀粉 变成像这样的状态 准备一个铁铲子,先在热油里边转两圈 然后把糯米铺上来 要薄薄的铺一层,不能过厚 先在油里边涮两下 这样做的目的是去掉水分,不会溅油 然后将铲子浸在油面里 等它定型以后呢,再离开铲子 炸到像现在这样蓬松,金黄酥脆的样子就可以了 喜欢其他口味的还可以搭配 自然粉,辣椒粉等 金黄酥脆 每一颗米粒都是蓬松的 咱们来看一下它的酥脆程度 做零食特别的好吃 颠覆了你对糯米的想象 我是小宁,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明天见啰 对糯米粒